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Hennyman2U channel 我是马西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怎样从dvbox拉到一条新的电 或plug或是插头 请拭目以待 我会在这个墙壁上面加一个插头 因为这里附近它是没有电的 所以我不可以在plug那边做rooping 现在的情况下是很不方便 因为我们又用一个extension这样子拉过来 所以等下我们会在dv 这里拉到一个新的一条电线 现在剩下这个拉面qs的这个位置好了 现在剩下这个拉面qs的这个位置好了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弄了plug了 就剩下这个要关键dvbox 首先我们把dvbox的screw 关键了先 我们把盒拆开来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fuse里 我们找大号码的咯 通常就是16,20或32的fuse 它才可以插大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就是纽色维线 然后青色的就是ground 或者是earth维线 然后这个就是大电的fuse 然后经过这个中的 然后才分野这些小的咯 然后我们在其中一个有空的位置这里 我们把红色的维线插下去 黑色的维线插黑色维线 青色的维线插青色咯 可是首先呢还没有做这些之前呢 我们要把大电先关掉啦 然后我们才可以connect啦 我们已经把黑色还有青色connect好了 所以现在剩红色的咯 我们在空着这个fuse里 我们把这个connect进去咯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开电 我们拿socket tester我们test了先 这里显示 有三个灯啦 有三个灯就是这样 它是ok的咯 correct咯 没问题咯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那个fusebox 兜回去就可以咯 ok 这个就是怎么样 从DB拉新的plugpoint的方法啦 看你要跑明猴 还是你要敞墙壁啦 都没有问题的 今天我要分享这个影片的目的啦 主要就是看怎么样连接啦 插头方面咯 L N 还有Erd 你看插头就可以咯 管你放USB的还是不USB的都好啦 你跟回来挖压啦 红 黑青 这样子插回去 然后去到fusebox的时候 黑线 就插在黑线那边咯 然后青线就是ground 就插在grounding那边咯 然后还有fuse那边咯 你就要注意啦 一定要用16 20 或是32 你看有空的fuse 然后你要插下去啊 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大电线关掉了 我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subscribe Handyman channel的朋友 记得按subscribe button 楼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咯 所以下次我有新的影片呢 你就不会miss out咯 我是马西王 我们下一集再见